身後就是做咖喱 這是我和我老公很喜歡吃咖喱飯的 這是購買all bar ice cream 原價是$6.99 也$4.99 也挺划算的 哇 奇葡又很大顆 我們稍後會再去其他地方給大家看看 好 老公現在試吃這個湯 看看好不好吃 好吃嗎? 好吃 感覺如何? 拉麵好吃嗎? 好吃啊 很大人好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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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比幾分 終於第一次吃這些東西 嘩! 突然吃烏冬的日本 就是你人生第一次吃拉麵就是這裡嗎? 應該是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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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吃完拉麵了 我們今天就用拉麵作為我們的午餐 各自都點了拉麵 大家的評價都非常好 那去年呢 我看到別人叫拉麵變成外賣兜 那今年呢 可能因為多了人打針 所以他今年的政策 就不同這些大碗 小碗 中碗 價錢都合理的 而且味道都很好 原來呢 剛才我拿開一個筷子的時候 木筷子 原來呢 它是有香港分店的 是的 即是香港 是的 有香港 加拿大 台灣 還有一些什麼 馬來西亞 印尼 還有 Chicago 紐爵士 任何地方都有 雖然不是說很多分店 但是這一間都很出名 剛才我們點的時候 都大概都等了十多分鐘 才等到我們 先看看我們身後的這間店 這個店叫做火盆山 不知道大家在香港吃過味 我又沒聽過 也沒見過 總之都是一流的 我老公說人生第一次 將他吃的人生第一次獻的 這個什麼 吃拉麵 獻了給我 跟我們一班朋友一起吃 他都說很好吃 是新鮮出爐的 是新鮮做的 這樣 好 我希望我兒子出世之後 之後再有一次機會 等馬仔大哥 先帶他來吃這一間的拉麵 好 我們再去其他地方 我們來到這個十二元店 其實不是十二元店的 這裡就是一個九毫九 如果他沒有標價的話 所有貨品都是一個九毫九 如果他有多少日圓的話 就代表他什麼價錢 這樣 就跟香港Daiso一樣 這裡買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雜貨 也有少少賣零食 又不算大 又不算小 但應有盡有 好像來我們平常在香港 買開這些 洗衣袋 什麼都有 還有其他衣夾 量度的儲具 所以要來當年了 沒有寫到1.99元 對呀 香港也是這樣的 大家如果今年想打算去Daiso的話 記得要自備購物袋 因為為了環保的緣故 他們不會再提供環保袋給你 記得自己自備購物袋 然後我們來到Coffee Coffee Company 我上網看到駕駛2分鐘到這裡 剛才外面有一個海景 我這裡點了一杯咖啡 其實我真的沒想過美國會有這些圖案 因為我之前去澳洲那麼久 沒有咖啡師會做這些圖案 竟然美國有 我也有點意外 這杯咖啡大概5元左右 其實不是很貴 還有我這一杯咖啡叫Mocca 就是巧克力咖啡 也挺好喝 還有我額外呢 叫了這個叫做玫瑰的乳酪 不知道好不好吃 待會試一下 但這裡已經是非常之好 很適合例如下班人士 就可以來這裡聊聊天 上下網 我旁邊有個女士也在上網 不過就要限上一個小時 都挺寫意的 什麼事 老公你吃的什麼 新式的沖繩珍珍奶茶 他一心想著買回來回家吃的 就是沖繩橙 黑桶 誰知道 就變成一支支融光的珍珠奶茶 好不好吃 好吃 但如果是 你看 變成這樣 雪條更好吃 可能不夠冷 我們那些I-Sports 真的厲害 拍你好不好 好不好吃 好像在喝珍珍奶茶 珍珍奶吃 對 他們多好景 你看多容易景 竟然在這個海 對著這個海 對面就是紐約 然後在這裡吃珍珠 雪條 誰知道已經融光了 很漂亮 我們剛才就在這裡 喝咖啡了 很棒 好了 現在就是下午三四點的時間 我們就剛才 只是走了那個 Alexander的旁邊的商場 就有Daiso 也有這個Misua Misua Market 真的有很多東西看 我們再開車兩分鐘 就去到剛才的咖啡店 真是很有意境 你看到剛才那些景 日落的時候 我想應該更加漂亮 不過今天有點陰天 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就回程 回去我們費城的China Town 帶我兩個朋友去吃我們哥哥的餐廳 他們都說沒吃過 讓他們試一下 其實我覺得可以的 對 這樣就去吃 吃完之後 我們就完結了今天的行程 請問那兩位覺得今天是否開心 好 好 好 多謝你 好 我們終於回來費城 這個China Town 就是我老公的哥哥在開餐館 這個環境都OK的 就來這個餐館吃東西 但因為可能今天平日 現在六點多鐘 還早 所以不是很多人來吃 我們叫了幾個餐 我們就先試一下 帶朋友來試一下吃 看看好不好吃 哇 你看看我們買了多少東西 這些就是我們的收穫 我想跟大家說 這些料片真的很便宜 大家猜一下多少錢 沒錯 就是三元一包 三元一包 三元一包 定價 對 然後我們買了其他東西 這些就是我們的收穫 你看看我們老公 哇 好了 我現在真的有點累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個讚我們 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就會定時更新 不過如果生孩子的話 就未必經常更新 請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